你的脚把直接踢到了天花板上 白草 这次你可真惹到她 我第一次见到我姐这么生气 白草 我觉得道馆的挑战赛啊 你还是别抱太大喜吗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我们若白师兄已经安排 一同师兄跟白草对练了 就说明白草现在的能力 已经很厉害了 鞋舞道馆的人来了 真的啊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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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们要新男的呢 鞋舞道馆的方廷宜和方廷宏要来安阳大学开讲座了 阿波罗男神方廷宏还有月亮女神方廷宜他们兄妹回来了 快跑啊 谁是男神女神啊 不会吧 白草 刚刚拿到世界赛冠军的方廷宏 那么轰动的事情你不会不知道吧 方廷宏和方廷宜兄妹两人是咱们暗阳最出名的明星兄妹了 走 去看看 走 去看看 走啊 走啊 小银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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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ε 快跑啊 好啊 走啊 走啊 这就不活啊 走啊 怎么样 美吧 不平礼啊 她是圆舞道的第一美女 就算是比赛 她的出头也是非常优雅的 所以被大家称为是月亮女神 不仅仅是因为她美丽哦 全国女子圆舞道冠军宝座 已经被她大战很久了 我说 她们不会是要回来参加道馆挑战赛吧 弦舞已经是连续几年的冠军了 如果她们参加 那咱们松海岂不是更没戏了 瞎说什么呢 咱们的洛白师兄和一共师兄也很厉害的好不好 怎么就输给她们了 不要长他人知情别自己威风 本日圆舞道界最受瞩目的明星兄妹方婷浩和方婷怡 这几年一直在国外留学和比赛 然而今天终于她们回到了暗阳 上个月方婷浩刚刚勇夺圆舞道十星赛冠军 前两天兄妹两人又参加完植物一声杯韩国妖精赛 分别获得了男子组的冠军和女子组的亚军 开吞加热 一碗 那天 又是水 团扬 天子组的服务